《新媒體技術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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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楊子木 我是新媒體技術創作者 然後我的專長 比較在虛擬實境跟演算視覺上面 工廠的作品中 我常使用科技媒材來 嘗試說這些科技媒材 能有怎麼樣敘事的能力 然後現在我就比較專注在 虛擬實境與空間的脈絡上面 《新媒體技術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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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作品叫《第三人稱》 它來自於我對 既有的VR作品的一個觀察 然後我在看這些VR作品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 不太好沉浸在裡面 然後於是我就開始探索說 這個問題點出來哪裡 跟VR裡面獨特的余繪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我覺得VR這個媒材 作者跟觀者的關係 其實非常單向 作者創造這個世界 然後讓觀眾進到這個世界裡面 作者給予資訊 然後觀眾接收這些資訊 這其實是非常單向的一個關係 如果想要打破這個關係 我是不是可以去除 作品中的線性敘事 然後或者是一些言語上面的引導 這些嘗試要傳遞 特定資訊的這些元素 我把這些去除之後 是不是能讓觀眾 對於他在世界中自己的存在 然後跟這個作品空間 還有他本身內容上面 能有更自由的詮釋 那我這樣是不是可以去打破 這個二人的關係 讓觀眾可以從這個敘事主題之中脫離 既然他脫離的話 在敘事上面 他是不是更像是一個第三者的角色 好像說這個世界不是為了他而存在的 他反而是這個關係中的第三人 一個外人的角色 所以我將他稱之為是第三者 第三人成 因為接下來的作品 我也會依據虛擬實境中的空間 這個脈絡繼續往下發展 因此我這一次的展覽 想要更加去凸顯這個面向的創作 如果我在虛擬實境裡面去探討空間 那我其實在探討的就是 觀眾在虛擬實境裡面的存在 今天一個完全虛擬的狀態裡面 觀眾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 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那假設我今天能給他一個 他能認知到能夠理解的一個物件 透過雙眼的視差跟頭的移動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說這個物件在哪裡 然後它有多大 那你透過這個物件跟你的關係 你就知道我的身體在哪裡 我的身體有多大 也就是用一種極簡的方式 去定義了觀眾在這個虛擬事件中的存在 假設我今天要創造一個敘事 那一個最極簡的方式就是 我給他一個道路 空間有了道路 那他就在時間與空間上 隱遇了一個未來 一個方向 那觀眾在這個虛擬世界的存在 也就相對應的有了意義 然後你有了身體的大小 你有了身體的資訊 你有了方向 我覺得做一個虛擬實境的體驗 其實就算是成立了 量體作為另外一個創作的面向 是我這件作品特別想要去嘗試說 尺度這個概念如何在虛擬空間裡面 獲得最大的呈現 那我覺得說在虛擬史空間中 要有苦勞 你才可以凸顯這個空間的大跟它的尺度 所以我就將道路拉得非常的長 我讓高度變得非常的高 我讓這個空間好像是有危險性的 然後是有未知性的 然後我並不給你任何捷徑 我不讓你加快行走的速度 我不讓你很快速可以達到某個地方 因為我想要將這些東西放慢下來 讓你真的去體驗到這個過程 可能你在走過去的路上 你感到分神 你感到有點無聊 去看其他的地方 然後你感受到我站著很累 這些東西我覺得才是最能夠去凸顯 去拉大這個空間尺度的關鍵點 這是一件VR的作品 然後它其實本質還是 像是一個遊戲的架構一樣 你拿這個控制器 然後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在虛擬空間裡面 就是可以四處的移動 這個空間裡面主要分成三條路 然後這三條路 你根據你選哪一條 他們都會有同樣的結果 但是他們各自的旅途就會是不同了 那在這三條旅途中 都會有不同的互動 像有一些地方你可能會掉落 有些地方你可能需要爬很長的氣質 有些地方你可能需要開門等 有些地方你可能需要開門等 就會有不同的互動在裡面 有些地方你可能需要爬很長的氣質 有些地方你可能需要開門等 就會有不同的互動在裡面 沒有一個實際上要傳達一個很具體的一個觀念 它比較就像是一個浮蓋空中的點子一樣 那這中間可能更多的是我自己對空間的一個執念 跟一些我想要灌輸在裡面的情感 更甚者它也可以我自己認為也可以視為是 就是對於現在功利主義 然後目標導向 效率導向的一個世界的一個小小的抗議 那我覺得如果這些情緒跟這些想法 能夠傳遞給觀眾 然後或者是能夠激起他們對空間的想像 那我覺得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真的有的 雖然很略 但是我希望你會想じゃあ 有一個人多… 對空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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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有點重大 對空間的想法 對空間有太大